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文章叫做 有一种失败叫瞎忙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在一个山谷的禅房里有一位老禅师 他发现自己有一个徒弟非常勤奋 不管是去花园还是去厨房洗菜 这个徒弟从早到晚忙碌不停 这小徒弟内心很挣扎 他的眼圈越来越黑 终于他忍不住来找师父 他对老禅师说 师父我太累可也没见什么成就 是什么原因呀 老禅师沉思了片刻说 你把平常画园的波拿过来 小徒弟就把那个波取来了 老禅师说 好把它放在这里吧 你再去给我拿几个核桃过来填满 小徒弟不知道师父的用意 捧了一堆核桃进来 这十来个核桃一放到碗里 整个碗就都装满了 老禅师问小徒弟 你还能拿更多的核桃往碗里放吗 拿不了了 这碗眼看已经满了 再放核桃进去就该往下滚了 哦 碗已经满了是吗 你再捧些大米过来 小徒弟又捧了一些大米 他沿着核桃的缝隙 把大米倒进碗里 竟然又放进了很多大米进去 一直放到都开始往外掉了 小徒弟才停了下来 突然间好像有所悟 哦 原来碗刚才还没有满 那现在满了吗 现在满了 你再去取些水来 小徒弟又去拿水 他拿了一瓢水往碗里倒 在少把碗水倒进去之后 这次连缝隙都被填满了 老禅师问小徒弟 这次满了吗 小徒弟看着碗满了 却又不敢回答 他不知道师傅 是不是还能放进去东西 老禅师叫着说 你再去拿一勺盐过来 老禅师又把盐化在水里 水一点都没有溢出来 小徒弟私有所悟 老禅师问他 你说 这说明了什么呢 小和尚说 我知道了 这说明了时间 只要急急 总是会有的 老禅师却笑着摇了摇头说 这并不是我想要告诉你的 接着 老禅师又把碗里的那些东西 倒回了盆里 腾出了一只空碗 老禅师缓缓地操作 边倒边说 刚才我们先放的是核桃 现在我们倒着来 看看会怎么样 老禅师先放了一勺盐 再往里倒水 倒满之后 当再往碗里放大米的时候 水已经开始往外溢了 而当碗里装满了大米的时候 老禅师问小徒弟 你看 现在碗里还能放得下核桃吗 老禅师说 如果你的生命是一只碗 当碗中全都是这些 大米般稀小的事情时 你的那些大核桃 又怎么放得进去呢 小徒弟这才彻底明白了 如果您整日奔波异常的忙碌 那么您很有必要想一想 我们怎样才能先将核桃 装进生命当中呢 如果生命是一只碗 又该怎样区别核桃和大米呢 如果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核桃是什么 生活就简单轻松了 我们要把核桃先放进生命的碗里去 否则一辈子就会在大米 芝麻 水 这些细小的事情当中 核桃就放不进去了 生命是一只空碗 但是应该先放进去什么呢 什么才是你的核桃呢 别再瞎忙了 人要干这三件事 一 找对平台 无论你才智超群还是资质平平 只有把自己放对了地方 才会有施展的空间 人是环境的产物 二 交对朋友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你的一生中要么影响别人 要么被人影响 你是否经常被弄得人云亦云 经常被消极催眠呢 跟谁交朋友 有可能决定 你的一生跟谁一样 三 跟对贵人 先有伯乐 才有千里马 贵人是教育你建立正确思维的人 是给你明确方向的人 是鼓励和帮助你的人 是严厉批评你的人 是把你扶上马 送你一程的人 是陪你到胜利 为你呐喊欢呼的人 好久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someon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отд财 我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